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被照顾者应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照顾服务模式 却往往会去忽略了照顾者这件事情 也因此衍生出了许多的一个长照杯歌 有些照顾者呢不堪长期的一个照顾压力 选择跟被照顾者一起来离开 所以怎么样来避免长照杯歌的发生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做关心 一起来做了解 首先来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议员江宜珍 江议员 议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专门委员 陈玉泽 陈专委 专委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家庭照顾者协会总干事 袁慧文 袁总干事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非常欢迎三位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其实讲到长期照顾这件事情 其实当大家都在注意说这个被照顾者他可以享受到 或者是说被提供哪一些的一个照顾服务的时候 其实呢我们好像都忽略掉了照顾者这件事情 尤其以台湾的这个照顾模式来讲 我在想请教这个专员 就是大部分都还是家人来照顾比较多对不对 对 其实无论你有没有使用长照 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还是习惯就是又依赖家人来照顾 所以在我们自己看到的那个数据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单纯不依赖长照的话 大概将近有快要三成的家人会选择自己照顾这件事情 就由自己来承担 当中还有当然可能或许有四成的民众 他家里有照顾者但他同时也在使用长照 所以大概都蛮高比例的都是由我们的家人在承担这样的工作 但是现在以台湾目前这个形态来讲的话 通常都是老老照顾 对 所以这样子老老照顾的情形之下 那个压力以及这个照顾者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人的时候 他的整个一个照顾的方式是不是又更加让人家担心 对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长照的个案的背后 他可能不是只有一个照顾者 他可能是两个到三个 可是其实这个影响就更大了 就是他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 他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事情 那所以其实在国外大家都会说 其实照顾小孩是一个社区的责任 我觉得照顾老人也是一个整个社会 一个社区的责任 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 如果只是依赖一个家庭的话 他可能永远会支撑不住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关心的是 这一群人 他们是怎么在面对他的生活 跟他可能要牺牲的 可能要选择放弃的 这个都是我们在一般很难观察得到的地方 是假设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照顾者 我们不是在那个事件当中 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到说 照顾者他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 对不对 那请教这个一针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周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你看到说某一个家庭里面 老老照顾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呢 有人真的卧床了一二十年 可能都有 然后那个照顾者真的是 本来应该是年轻貌美的 或者是非常那个英俊潇洒 可是因为照顾这件事情 让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整个人就老得也很快 我们这边是有灵芯接到一些陈情案 就比方说他是照顾者 或是被照顾者 照顾者他们这个族群 是比较不会发生的 他比较不会去寻求一些帮忙 他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承担下来 或者说家庭里面有被照顾者 然后两三个照顾者这些家庭 大家就会说 哎呀那我们就互相照顾 互相扶持 互相分工一下 或者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就好 这样子情形其实非常特别 因为可能跟我们照顾小孩不一样 我们照顾小孩很容易就是 尽管我们都是小家庭 爸爸妈妈带小孩 但是我们可能会互相支援 一起去公园放风啊 一起去参加课程啊包班啊 可能你在照顾失能者 或者是这些长照者的时候 大家反而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 比方几个子女互相分担这样的责任 而不是家庭与家庭之间 大家一起变成一个整个社区来 共同来照顾 所以这样的情况跟照顾小孩 其实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就变成说 哎照顾者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 他们可能连自己出来发声 就可能跟我们爸爸妈妈发声说 哎政府要多给我们一些资源啊 政府要如何来帮助这些 爸爸妈妈们来照顾小朋友 分担育儿压力比较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群照顾者 他们其实也很需要政府来帮忙 是那会不会是可能以中国人来讲 他就会觉得说照顾家人 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责任 应该是我来 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舆论的压力 觉得说你这个是谁 照顾的事大事你本来的经理嘛 本来就是你自己要扶持 对的确就像金华姐这样提到的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传统观念就是觉得说 本来就是子女之间彼此要来分担 但是我觉得就跟育儿观念 大家会翻转 就说政府可以来帮忙大家来照顾小孩 所谓的什么0到6岁国家一样 其实我觉得未来也许国家也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 比方说65岁以上 或者说几岁以上 大家一起来照顾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可以不断进步的一个象征 是 那根据全国家庭照顾者总会统计的一个数据 就是从民国98年到111年底 全台共发生了99起的一个照顾杀人的事件 那其中呢就是独自照顾没有替手的对象比较多 这种情况比较多 那我想请教这个总干事 就是说那个照顾者他到底承受了多么大的一个照顾的压力 才会让他决定说带着被照顾者一起走绝路 其实我常讲说 有时候你照顾家人 你要的是劳力体力的工作 其实这对照顾来说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我觉得我常讲就是照顾他担任照顾工作 他就有一个无感体验 然后他有那个孤独感 无力感 挫折感 焦虑感 还有无助感 其实这个心理压力才是压垮他们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对 不是说像有些悲剧事件可能或许有身影长到服务等等 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解决他心理的压力 那个而且看到家人这样子受到疾病或者是过床的痛苦 其实你心里真的会很难过 如何去支持家庭照顾者的这个心理 抒压喘息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很重要的 而且讲真的就是说 假设说我们选择自己家人来去照顾这个需要被照顾的长辈好了 那其实你看他必须可能如果专职照顾 他可能就不能工作 对不对 那经济方面怎么办 那假设说你有兄弟姐妹一起来照顾长辈好了 那谁来照顾或者是说谁来出钱 这个部分的那个分摊就你来讲 就你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好了 你来讲一讲他们彼此的一个分担会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通常一个家庭里面产生就需要被长期照顾的家人 大家会推谁出来照顾 一个是就是家里最弱势的 没有工作 工作的那一个人 钱赚最少的 然后最不会反抗的 对 大概就是会朝这个方向去 去找一个照顾者出来承担 对 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出钱出力 这种状况还是好的 有出钱就偶尔出力 那更多我们遇到很多就是可能出钱出出一出就 久了就也不要了 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照顾者真的一方面又要照顾 又要心理压力大 一方面又要承担这个经济 因为他照顾家人其实他要花很多钱 医疗费用 耗财 照顾耗财 营养品 还有如果身体长照还要还要支付额 对 那还有很多其他交通什么有的没的 真的是花费非常大 我们有一个理事他就说 哇他照顾七八年 又花了七八百万 对 不是就是一般人搞不好还赚不到那么多 但是无形当中就是为了照顾 然后就是钱一直花出去 所以你说那个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对不对 那请教专委就是说 当我们卫生局 面临到说这些照顾者 他们这样子身心灵的一个压力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帮他们去疏解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管道 让这些照顾者也能够有所谓的一个喘息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照顾者这个标签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很多的失智的照顾者 他们会遇到一件事情 比如说父母亲走失了 他可能把他送到了某一个警察局 其实警察有时候一直去关心 反而会让伤了他们的玻璃心 他会说你看就是你这么不关心 你的爸爸妈妈才跑出来 他没有想过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已经是跑出来 一百遍两百遍 每天都重复在上演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我们对照顾者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的观念其实还是非常的 会觉得这是个人的责任 会觉得是说 这个应该是你要照顾好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改变这个观念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 比如透过这次的节目 可以让大家知道 照顾者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因为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帮你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观念的翻转 这个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照顾者跟我们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我们常会觉得说 照顾者是孝顺的表现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说 照顾者可以成为一个聪明的照顾者 不要成为一个只蒙着头照顾的照顾者 所谓的聪明的照顾者就是要懂得了解自己的生理的情绪变化 懂得去求助 懂得寻求资源 懂得跟家人讨论 这些都能够帮助他 在他自己的生活模式里面做最好的安排 这个是我们针对整个社会或对于照顾的家庭里面 我们应该要去宣导的 让大家理解的 但是政府部门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就跟像家庭照顾者协会一起合作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家庭照顾的计划 大概有六个据点 那我们在分布在整个新北 有非常多的家庭照顾的社工 他们会透过我们的照管中心去发掘 有照顾压力的个案 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长照单位 或者是我们的照管中心受理 或者他们主动在社区里发掘或里长转介 只要符合我们个案的部分我们就会收案 那就会有一个专属的社工去跟他联络 帮他安排他可能的一些相关可以参与的活动也好 或协助他的资源也好 我觉得千万不要轻忽这件事情 因为过去长照花了很多力气在照顾被照顾者 其实我觉得长照更需要去关心的是照顾人的照顾者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些被照顾人有好多资源可以用 可是刚刚慧文总监师讲到 那心里我自己很郁闷怎么办 我自己想休假怎么办 我连想要出去买个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办个事情怎么办 走不开 他走不开 他就会黏在那个 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其实我们是蛮心疼这些照顾者的 所以我们都尽量的让我们照顾的个案 能够进到我们的服务系统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能够做 是第一个把长照做好 第二个就是说 除了长照之外 我们更要透过长照来发掘它背后的照顾者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多的来利用这样的一个资源 是 那医生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照顾者身上 你自己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曾经就是照顾家人很久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一些变化 就是比方说 我觉得这跟照顾小孩其实有点像 因为小孩也是黏在你的身上 然后或者是就是他这样照顾长辈 然后照顾很久 然后你就是24小时 你无法想象那个压力有多大 因为他长辈他的可能是会慢慢的衰老 他不一定能够好好的恢复健康 然后包含说你尽管这个长辈 以往可能是有独立的能力 独立的生活能力 社交能力等等 但他慢慢的衰老之后 包含你到底要怎么照顾他 你要怎么跟他沟通 你要怎么就是照顾他的一些 吃啊喝啊睡啊 然后一些社交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很需要学习 包含像我们自己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想说小朋友这么小 我们要去问谁问谁问谁 然后除了问谁 这些育儿技巧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你可能问幼儿园的老师啊 或是问什么托育中心的老师 问家长其他家长你可以问得到 但是当你要照顾长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重新的学习 所以当你要去问的时候 你想说长辈以往可以自己照顾 但他现在可能慢慢不会了 但他又有自主意识 小朋友可能还任由你摆布 就你帮他换尿布啊 他就乖乖的在那边 但长辈不一定愿意哦 就像我最近可能想说 我婆婆可能有跌倒的风险 那他出去玩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其实有一些 蛮漂亮的一些拐杖啊 但我想说我买了他一定不愿意用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样跟他去沟通 然后要怎么样说服他说 妈你要不能就放在包包里面 因为他可能有时候就拿个雨伞 就说我用雨伞就好了这样 所以当你可能成为照顾者 或是你已经预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跟长辈沟通 沟通到他们愿意 然后让你们的整个那个心理压力比较小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大家要再去更注意的一个面向 是其实照顾小孩 你会觉得说他是在成长 他会慢慢的越来越好的 但是照顾卧床的病人 或者是照顾卧床的长辈 他其实你感觉就是看不到未来 对不对 人家说有时候照顾小孩 专职照顾小孩都会照顾成黄脸婆 更何况这个 不是照顾长辈也是 我曾经看人家就是老得特别的快 就是照顾着 对他老得特别的快 就是那个身心灵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那我请教这个绘文 就是说刚才私下其实也听你在讲 有时候照顾不只是照顾你的长辈 甚至同辈之间好像也有对不对 对对对 也有一些手足照顾的 虽然案例不多 但是对这个很难得啦 所以最近我们刚好有一个照顾者 他就跟我分享 对啊他跟他姐姐感情很好 然后照顾他姐姐也七八年了 哇 对啊他还跟我说 就是他姐姐有一次生气 因为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有时候被照顾者不见得愿意配合照顾 所以照顾者其实他照顾起来是真的是很心累 对啊他有一次他姐姐生气就丢他东西 结果他就闪了 下意识就闪一下 对然后他后来跟我分享说 我不应该闪的 我应该让他丢中 让他有成就感 对因为他躺在床上已经没办法做什么事了 是 应该让他丢中让他觉得 对 对他有成就感 你这多列几次 哦中了很开心这样子 对啊你看我们照顾者就是这样子 这么尽心尽力对待家人 对啊 可是有时候会不会就是像你讲的 我们很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个被照顾者 但是呢 他可能就是因为情绪上 他躺在那儿其实他也很厚扎 他也觉得会很生气很郁闷 他就是想要生气 然后甚至说怪你就照顾不好 我那么用心的照顾 你觉得我陷阱到这样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会啊那像我刚刚分享这个案例 其实他有时候姐姐对他 对他虽然很凶我骂他什么 但是他姐姐有时候会跟他说 我还好有你 对 哇他那个心整个就 就没办法就是继续照顾了 对他就会觉得很 就是继续继续继续照顾 不过姐妹 也许姐妹之间可以这样的照顾 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 因为人家讲酒病床前都无孝子了 结果姐妹的感情很好 不过像你这样讲七八年 他们未来日子还长 对 对所以 因为最近他们前一阵子他们他就结束照顾了 对 哦是是是 ok 所以他可以出来当我们的一些志工 他想要也要回馈社会回馈其他照顾者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照顾者 如果真的花了很多的一个时间在这个被照顾者身上 当万一这个被照顾者离开之后 这个照顾者是不是会很失落 赵伟对因为他已经脱离这个社会很久了 他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工作 没有社交 没有朋友 对没有朋友 那他也没有社会的支持 其实这个要再复归社会 其实是需要像家庭照顾者 协会这样的单位 逐步逐步的引导他们 所以我们都叫做渐进式的回归 所以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是邀请他当志工 因为从过去他的经验 可以帮助到其他别人 他会有一些成就感 会觉得我的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这个家庭 想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这种渐进式的回归 到慢慢可以开始做一些partime的工作 再回到他的生活正轨 那个是一个漫长 就跟做复健一样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都需要有人陪伴他们 所以其实我觉得照顾者的这个历程 其实是你很难想象 他不是只有照顾的这一段 他当他结束了之后 他有另外一个段落要开始 他要开始收拾他这些悲伤的心情 从此再找到自己的生活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他自己要怎么过生活了 真的耶 那个过程其实是 你很难想象 他们可能就刚好就在 我们讲的他还是一个黄金的就业时期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是因为照顾离职的 对 所以他可能要 他可能结束照顾任务十年 他可能大概就是四十岁 五十岁 五十岁 但是这个接近可能要回到社会很困难 因为工作不好找 他会被社会拒绝的机会比别人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讨论这种渐进式的 回归的复归的模式 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去理解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失落 这个部分是需要大家来支持他 但是千万不要责怪他 因为照顾到最后的结束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但是很多照顾者已经很自责了 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甚至会心里会有很大的波动 我们都很担心他们在这一块里面对于自己的未来 会落入到一种无限的焦虑跟忧郁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这种所谓结束照顾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其实是更要想办法去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突然觉得 你的人会觉得说你已经解脱了 过去 用这种话讲 对啊 那时候你的心里其实反而是最难过的 因为你刚好失去了你生命的所有的重心 这个是跟父母亲很像 如果当你的子女独立离家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没有一个可以照顾的对象 那个失落其实是你难想象的 是 那那个慧如是不是在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嘉协这里 我们针对我们的这些照顾者 我们可以提供哪一些的一个服务 让他们可能身心灵都能够暂时获得一些书解 其实我们服务从他们刚开始成为新手照顾者 一直到刚刚专闻讲的毕业之后 其实这一连串的服务我们都有提供 就是一开始照顾的时候 可能他比较需要学习照顾技巧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照顾病人 他也不是那个护理或团队 所以我们会先会叫他照顾技巧 然后到照顾久之后 可能心理压力开始浮现了 因为每天都做这样子 从中的照顾工作什么的 也疲乏 然后我们就会办理一些心理支持的团体 还有一些抒压课程 让他们来轻松一下 喘息一下 然后充满正能量之后再回去 虽然我们不能解决他照顾的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让他 暂时舒缓 对 舒缓 从个店啦 对 然后到了最后 比较到资深阶段 就可能我们会给他 提供一些生涯规划的一些准备 对 甚至是就业准备等等这些 就是依照他的需求来提供 那今年度我们会开始针对毕业照顾者 就是结束照顾之后的 我们可能会提供他一个方向的指引 然后我们还有做那个真人图书馆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照顾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 对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照顾经验 我们希望他更发挥他的功能 对 我们把它变成一本书 对 它是一个照顾的书 对 然后我们希望培训了之后 可以有人来把他们借走 对 就是你可以了解他走过的路 你又可以 心路立正 可以先有一些心理准备 或者是 我知道我下一步可能会面临什么 对 对 我们希望他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而不是 哦 下一步突然又发生什么事情 他又 手足不错了 对 就每天都在那个心惊胆跳什么的 所以照顾者很多都是那个什么 精神衰弱 对 对 因为睡也睡不好吗 那请到这个专位 就是说像刚刚那个惠文有讲到的 就是说这种真人图书馆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卫生局这边 是说会来帮忙他们做推广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困难跟重要性 所以像我们现在合作的一个计划 就是有个照顾者的食堂 其实每个人在照顾的过程中 总是有一个他跟亲人中间的连结 我们觉得吃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连结 他比如说他记忆中他最喜欢吃的妈妈的一道料理 从那过程中就唤起他的一些力量 他可以跟来的餐厅的人聊天 可以分享这个原谅真人图书馆的概念 我可以分享这个故事给你听 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道料理 大家知道其实照顾者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照顾者 他们之前跟我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课程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那个管罐喂食的帐备 就跟母奶俱乐部很像 就是说你要做这个管罐喂食 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其实一个人做你会发现那个量不知道怎么抓 有些资源可以共享 所以他们就集结这些照顾者 在食堂里面可以开课 大家一起来做胡食 你怎么样分享 带回家你可以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反正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做 反正大家一起做力量大 一个人做你拿捏 多做了也是浪费 少做了也是不够 干脆就大家一起来 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创造一个比较自然的互动的场域 那他觉得说这里就是一个互助的避风港 那你就来到这个地方 反正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今天愿意来分享的故事 你愿意当主厨 其实在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他们也做了很棒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照顾主持有点像是说 我的自我价值 因为这一天我可以暂时放下我的照顾者 我是一个厨师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像你去吃西餐 很正规的西餐厅会有主厨来跟你介绍 这道菜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说那叫食料 吃东西的食料 就边吃过程中边聊 对于照顾者我们一直在想各种方法 因为照顾者另外一个很大问题是 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健康 也是 连看病的时间都 都没有 他在被照顾者去看病 他不会帮自己挂号 对 他绝对不会帮自己挂号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这个照顾者 所以他自己如果照顾不好 他倒下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推 所谓的自我健康的照顾的团体 就是说你们要学着照顾自己 你不要忘了你照顾的 这个过程中你的健康比谁都还重要 所以其实要搭配所谓的一个照顾者的一个喘息 其实就像刚刚宗伟讲的 那个长照的这个部分很重要 因为他就必须要去使用一些服务 他就请人家到家里来照顾这个被照顾者 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出去照顾自己 对不对 而且讲真的我们都知道说 爱别人之前多爱自己一点 当你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自己也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宜珍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管是照顾小的或照顾老的 真的会常常忘记自己 因为你的目标就只有他 你会照顾他的情绪 他的健康 他的那个吃喝住行 一切的事物 我常常就有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剩下的空间 他给自己的时间是那个 他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门关起来的那一下那 坐在马桶上 因为是大的所以会比较久一点 然后就开始想说 我要穿一下 好我终于可以专注在自己身上 可是可能没多久 门外就传来声音 是在呼唤你要去照顾他 对 所以变成说照顾者自己都会忘了自己 所以这部分我的确觉得 不管是像专委 或者像我们家协这边 可以发挥很多的力量 包含我刚刚看到这边 临托服务 当照顾者有事 或是参加各式活动的时候 因为你很难走出去 因为想说我就是要照顾他呀 我可能离开他几分钟 他可能马上互换我 或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有临托服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要让照顾者愿意放心 而且觉得很安全 就觉得说 我把临托服务这样运用了之后 我也可以来照顾自己 没错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真的要让照顾者 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那最后是不是专委也提醒大家一下 怎么样好好的先来照顾自己 才去照顾别人 我们都曾经不是照顾者 因为我们没有遇过照顾是什么样的 而且照顾非常个别化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第一个不要害怕去请教或学习或求助 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照顾者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他讲说为什么新手照顾者 一定要开始接触给他资源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人做过照顾者 你真的要去学 那你不要害怕 更重要的是刚才讲做个聪明的照顾者 你一定要懂得运用资源 当你家里有需要被照顾人 第一件事情告诉自己 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你要懂得求助 你要寻求社会来帮忙 所以长照千万不要忘记 该申请一定要申请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撑过9.9年 如果靠一个人绝对做不到这件事情 你中间一定要帮手一定要助力 第二件事情 如果当你有遇到心理过不去的 你觉得照顾很有情绪 想要找人可以 那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家庭照顾者的伙伴 他们其实跟你们一样 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他们可以成为你的榜样 可以让我们不是鼓励你成为孝子 但是我们鼓励你成为一个聪明的照顾者 这是我们应该跟大家呼吁的 是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 我们也提醒一下 如果说现在正是照顾者的身份的人 提醒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帮助自己 其实我呼应这个专委刚刚提到的就是 要记得出来求救 对 不要自己一个人跟着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 因为我们有些照顾者就是 有我们一直寄DM给他们 就我们的活动或服务什么DM 他们通常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需要 不需要不需要 等到他有一天快崩溃了 想到好像有收过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有好几个照顾者都是这样子 然后打来的时候都已经崩溃了 然后就一直从头哭到尾 或者是他要来就抱着社工一直哭 就讲他的这个多年来的照顾的心酸委屈等等 那我们就其实我们很开心就是 我们又救回一个照顾者 因为他们每次都说我都快要带着 譬如说照顾先生带着 快带着先生去自杀了或去哪里 对啊 我就觉得他们最后都会有产生这种绝望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要出来求救 对 对真的有很多资源可以使用 至少我们的社工会陪你聊聊你的心酸 至少有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对一个抒压的一个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的一个分享 那其实长期照顾是一个迫切的一个议题啦 那在这边除了透过我们的节目 告诉大家你怎么样来运用 我们这个长照的服务之外 同时也要提醒所有的一个照顾者 当你面临到了这个照顾 长期照顾的一个问题 不要忘了一定要去寻求协助 因为我们社会有很多的资源 都是可以让大家来去做使用了 也不要忘记在照顾别人的时候 记得要多多照顾自己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